继续我们带您看今天股王大力光举行了股东会 对于下半年的展望 执行长林恩平说 因为4G加入了战局 所以下半年很乐观 被问到去年他的表现如何 成为这个林恩平呢 给自己只打了一个60分 员工的话是90分以上 我60分 大力光执行长林恩平谦虚看待去年表现 其实股王去年大传股东会上 董事长林恩周也首次露面 林家兄弟共同主持 让股东会15分钟之内火速结束 股东显然很满意 因为今年鼓励发放28.5块 创下上市以来最高纪录 展望下半年也很乐观 我所谓比较好 也是基于以前的经验都是这样 那今年因为也有4G要加入战局 6月大概就是 我看跟上个月差不了太多 那7月 7月应该不会差于6月 手机化速越冲越高 也让大力光稳稳转 在技术持续领先下 让外资一面倒看多大力光 巴黎证券目标价就喊到2800元 最低的德意志也有2150元 而迷迷武器隐形眼镜也即将上阵 所有的里面所有的technology 都是自己重新来过的 应该会在第三季的时候会适量产 那第四季会正适量产 只是大力光老问题 没地改新厂无法扩产 而且工厂缺人 作业员底薪虽然只有24K 但其实大力光光是作业员 平均月薪就可以达到5万元 而且现金红利高达17亿 等于每个员工都可以拿到57万 我们是制度就是每年20%的profit 就是明年的bonus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会有政府 这很难跟你讲说range 公司的业绩越好 大家bonus就会越高 而林安平也首读证实 跟欧非光在镜头模组上 一直有合作 是上下有关系 接往死敌进攻大陆市场 也让外界看到大力光 稳坐国王的实力 三星文林峰海中台中采访报道